嘿嘿嘿鬼祥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ZZ派對是一個讓大家脫掉內衣 輕鬆hand out的地方 來聊聊一些真心老模真心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綠黨前秘書長Zukim AKA Z教授 我是Zoe驚喜律師AKA綠黨 中正萬華是語言候選人 動算動算 動算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Green Party Z色派對 我們今天在一個很神秘的地方 就我覺得瞬間我們的那個錄音室的文化氣質變得很高 高大上 我怕我們兩個把品質拉下來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來賓 然後要來聊非常特別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聊過消失的情人節 還有愛的迫降 還有瓊瑤系列 記得啊 其實我看腳本的時候還想到對我們 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影視媒體 對性別意識來講是一個算是很重要的發聲平台 然後它也可以塑造或者是展現 我們這個社會對性別價值觀的一個方式 既然我們是個女力節目啊 我們就一直討論很多就是女性主壓 然後多元性別這些事情 那今天呢我們邀請到的就是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策展人 叫做陳惠穎 那我們就請惠穎來跟我們聊一下 到底女性影展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由 女性影展拉高我們自己的水準 歡迎惠穎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惠穎 在介紹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之前 我想先請問一下什麼叫做女性電影 其實女性電影這個詞 真的要說的話 它出現得非常非常早 這個詞會出現的時候 就是看準女性觀眾 主打這種催淚電影 所以不是empowerment的 對最一開始的時候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宣傳 然後針對女性觀眾啊 然後是反映女性生活這樣的電影 但是比較後來1970年代 第二波女性主義出現的時候 很多的學者 大學教授啊 或者是影視圈的人 開始很有意識的去討論 什麼是女性電影 每一個學者提出來的都不太一樣 就是有些人覺得說 是要由森林女性導演 所指導的作品才叫女性電影 那有些人則認為說 可能是它裡面是反映女性議題 就叫做女性電影 甚至也有人認為說 主角是女性演員說單剛 那就叫女性電影 大家的那個定義 就會長出各種很有趣的一個方向 你的女性電影不是我的女性電影 沒錯沒錯 就是女性電影 雖然這個詞定義很廣 然後每一個人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定義 那所以在女影這邊 你們採用的就是一個 算是比較廣泛的這種定義嗎 嗯對 我們反而比較強調的是 女性從業人員 就是影像從業人員這部分 這可能還是回歸到結構面的問題 就是在影視產業當中 性別平等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女性創作者的創作平台 是否一直以來都有被重視到 那從業人員指的是演員嗎 還是所有的幕後工作人員也算 那時候我覺得最明顯意識到的 應該是導演這件事情 導演相對也比較少能夠得到資源 在片場也沒有辦法有一個明確的發聲權 即使她是導演 她都不一定有強烈的主控權 對 OK 當然是什麼契機 為什麼會開始這個音戰 要講到戒嚴的關係 1993年才有了第一屆的台灣女性音戰 我們是台灣第二老的電影節 禁刺與禁嗎 比綠檔還老耶 比台北電影節還老呢 哇1993年耶 我好奇 那個時候台灣比較紅的電影是什麼 1993年 我剛剛迅速的查了一下 1993年那時候應該是花田喜事啊 花田喜事 大家知道花田喜事嗎 就是那個 就是反正那年度都賀式的片鋼片 剛剛是不是還有什麼 唐伯伯點秋香是不是 唐伯伯點秋香 唐伯伯點秋香 還有住羅紀公園啊這種 那還真的 就是我覺得我小時候都很喜歡看那種垃圾片耶 然後長大看的時候很cringe 只好想說 這樣可以嗎 你看我就說我是沒文化了 我都看唐伯伯點秋香 所以你們從1993年成立 最主要是為了希望在電影的從業人員 導演等等之類的 有比較好的發聲平台嗎 對就是在最一開始女性音展成立的時候 是意識到說 好像女導演拍片本身 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常會聽到可能女導演要拍第一部片還OK 可是到了第二部片的時候 她可能是橫跨七年的時間 所以她的困難點在哪裡 其實到現在這個問題 有時候還是會反覆出現 就是在拍第二部片的時候 有可能是遇到母職跟止癌之間的選擇 或者是說家庭沒有那麼的支持 還有一個是產業之內的一個掙扎 產業是否真的有性別友善到可以讓每一個不同性別的角色人都有一樣的發聲權 以及是不是有特定的某些崗位的人還是以男性為主導 這些問題到現今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到一些她的陰影在 像美國女孩出頭對於影視圈來講其實非常的重要 但是大家也會常常幾位女導演出頭 大家就覺得好像影文就很平等 就跟蔡英文當總統 然後全台灣的女性 歐巴馬當總統 美國黑人都發答 沒錯沒錯 我覺得大家還是有這樣子的 這種很就是它只是一個比較象徵性的成功 但它不代表的是產業的系統性的改變嘛對不對 對 今年女影的主題叫做造聲遊歷 造就是創造的造 聲音的聲 然後遊歷 遊玩的意思嗎 遊玩 經典的意思 對 可是英文是Favorish Rewind 就是這個英文翻到這個中文 可能要解釋一下今年的主題是什麼意思 然後為什麼你們會選這個主題 想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 這真的是因為今年女性展29歲 會有那個逢週年必紀念的那個 我以為是逢酒不能結婚還是怎樣 逢酒不能大事情 逢酒不能 我覺得造聲也有一點回歸到說 一方面是今年影展有很多跟聲音音樂有關的一個主題 這個之外呢 也是希望說造聲某種程度上也歸結到女性影展一直以來的倡議體質 或者是跟社會議題其實是非常緊密結合的議題性導向影展這件事情 對 所以有點扣合到女性影展一直以來傳承下來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還有在那邊亂想說是什麼旋轉麻辣堂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想像比較像是當你在回放或者是回頭檢視的時候 我們的想像就是有點像是黑膠啊或者是那個錄音帶回轉 紅色跑車 好像回聲的空檔它其實就是一個造聲的開頭 哇 這個印象很美欸 我跟你講這種沒有用過紅色跑車的人一定不懂倒帶是什麼 那個跑車你要按到就是原本那個地方 對啊 才不會被發現偷看 一些不好的東西 對 這個可能就是真的很年輕的觀眾可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是因為這個倒帶的過程真的是蠻有趣的 因為你就是在等待它到你要看的那個點或是起到最前面 然後那個過程真的是我覺得會充滿期待 對對對 Favorish的話一方面是覺得說期待之外 其實也因為今年疫情也是有一段時間也是在那邊 對啊 想說叫這個發燒是可以的嗎 一種 positive 的感覺 我們剛好在想的時候其實也是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所以就想說扣合一下這樣子 該不會是有同事發燒中這樣 然後還硬要來上班這樣子 今年的主題其實有很多層意象 但最主要是希望可以把聲音這件事情 甚至是空白的這一種階段把它融合在觀影的這個經驗裡面嗎 回到剛剛問的就是 那在這個大的主題下面有小的單元 它出現的時空背景是什麼 其實每一年都會有一些常設單元 近幾年來講的話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常設單元 反而是台灣競賽 還有焦點營人跟酷兒單元 像台灣競賽的話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競賽獎 因為其實很多的影展都會有競賽 鼓勵不同的創作者 然後我覺得女性影展的競賽獎單元 最特別的應該就是她沒有在分長短片 然後也沒有在分任何類型 是所有的影片全部都可以丟過來一起 全部加在一起去評 那現在又怎麼評啊 動畫啊什麼那種 所以是你們會有就是特別的評審 還是是觀眾投票那一種 每一年都會有邀請評審來評 我覺得這對於評審來講 也會是一個挑戰 在其他影展可能是會有很明確的一個規範說 紀錄片就是這麼多 然後或者是劇情片是這樣之類的 然後也會有很明確的比方說 最佳女演員最佳男演員之類的 這樣那個分類 可是像女性影展的話 當她是完全沒有在分 很需要各個評審去討論出來 認為說今年是什麼樣的特色 比方說今年真的是動畫特別優秀 那的確可以看得到動畫 在今年的台灣競賽獎當中特別突出 那我覺得這個討論是好的 以一個完全沒有在分的一個情況 然後大家一起來評 就是一個大亂鬥 對 是一個大亂鬥 可是等一下是有淺錢的嗎 有 淺錢 is good 今年的這個競賽單元 有沒有哪一些你自己個人 比較關注的作品或創作者 現在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可以 其中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是 像李念修導演 他這次也有新的作品出現 可能認識他的人會知道說 他之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品 叫河北台北 那個作品其實是他真的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可能有十幾年去拍攝完成的 那是關於他的父親 因為他在完成那部片之後 父親過世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真的去看到那部片 有點留下一點陰影之類的 那這次他所呈現的新作品 是講話沒有在聽 因為他上一部作品是紀錄片嘛 那他講話沒有在聽 他其實是劇情片 他就是用劇情片的方式 然後很幽默的去呈現 那一天其實是一個非常荒謬狀態 就是看到一個紀錄片創作者 但他這次是以劇情片的方式來呈現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一個嘗試 除了李念修導演的作品之外 像今年有一些實驗片類型也有出現 比方說像是張若涵 或者是謝宣光 實驗片還是持續被邊緣化的一個狀態 在今年的影展當中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作品入圍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像我們今年的話 就是總共有17部長短片作品 然後會在今年的影展期間放映 在影展期間我們都會安排創作者自己出來講 所以就會有QA時間 所以我覺得每一年的觀察都非常的有趣 那今年的影展裡面還有一個主題 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這個不是常設的嗎對不對 對 就我們每一年其實都會希望 跟現今正在發生了很多的議題扣合 今年剛好集結了一個跟社會議題 息息相關的一個單元 就叫做生命之中不可承受之輕 而且那個輕不是體重的輕的輕 是阿姑親姐的輕喔 大家這樣知道嗎 輕一下的輕了 輕一下的輕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對 然後這個可能要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是那個輕 我們在講很多議題啊 但其實你是要生在一起中 你才會真正的感受到那個重量 以及你要真正的經歷過 你才會知道很多議題 它其實是互相交織的 比方說大家常常在講說 性別相關的影展 是不是只能談性別 但其實真的不是 像今年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其實就是要去強調說 當你在這些處境的時候 你才知道那個知難 比方說就是有一部片 我自己其實非常非常喜歡 叫做誰跟你同在一起 就是你們的音 那個選片都很嗆是不是 跟我阿伯在聽他這樣子 誰跟你在一起啊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年輕的 新瑞導演所知道的 然後他是一個伊拉克級導演編劇 像他這部片就是 誰跟你同在一起 其實也是要講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當他們上一輩的人 但他們就是因為戰亂的關係啊 或者是各種政治因素的關係 他們來到了歐洲 成為當地的居民 那他自己的觀感呢 則是他其實就是維也納人 就是他不會覺得說他是 伊拉克人 對就是他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反而是當地的人可能會覺得 你就是伊拉克人 即便他可能連就是他原本的那個語言 都不會講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又因為新的一波的難民潮過來 然後大家反而對於中東的難民 有一種高度的重視或者是興趣 然後也有很多的年輕的人也開始在模仿 或者是結交各種中東朋友 覺得很吵啊或什麼之類 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像他們這一代所面對 就會是很尷尬的狀態 像這部片他在講說 大家在鬧啊 然後在拍YouTube 決定全部的人都披上那個披肩 然後去唱歌 然後在那邊鬧 但是他就覺得很不爽 這個YouTube後來就是被其中一個人上傳 他們就瞬間變得很紅 然後還要上電台 所以他就是出自於各種不爽 然後拍出了這一部就是誰跟你同在一起 這還是一個紀錄片 他是劇情片 然後我覺得這部片很好的是 他真的是新世代的導演所拍出來的東西 所以觀看的方式啊 或者是影像呈現 他其實都是用 比如說IG的線動啊 他會有很多的便扭 是發生在網路世界 那他其實都有把這一些面向給呈現出來 IG的線動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feel old 永遠都不知道怎麼弄 有夠難的 沒關係反正你有什麼問題 你就PO上線動 因為24小時你的問題就會消失 這個是歐洲的片嗎 中文名字誰取的 對啊很酷欸 是你們取的嗎 我們取的啊 我們真的 我覺得很棒欸 真的很棒 所以你們就是像這種外文片 然後第一次來台灣播的 或第一次在華語世界播的 那中文名都是你們要自己想 對我們要自己想 我們會有一個片名大會 然後大家就是在那邊亂想 好酷喔 好這個聽起來非常的有趣 而且是一個 我覺得跟台灣的文化離得有點遠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 其實應該可以照應出台灣的一些現況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點 像比如說阿翰 我剛剛也在講阿翰 其實就是你在去模仿一個 大家看他的youtube覺得很好笑 他模仿越南新民 當這件事情已經變成一個廣告的時候 大家開始覺得不好笑 大家所看待你的方式 有重疊 但你又不想要去落入那個樣子的時候 覺得都會有這種類似的掙扎 再舉另外一例子是叫做來幹電視台 像這部片它其實是在講俄羅斯一個獨立電視台 算是在普丁執政時期 唯一撐得下來的一個獨立電視台 但他後來真的是太辛苦 還是面臨關門這樣子的一個命運 但他其實是一個 由一群完全不知道電視台為何物的人 他裡面其實有收錄到 大家最一開始接觸電視台的那種不知所措 他的創辦人有點像是一個女性企業家 那我覺得他非常非常有魅力 他也是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做 就這樣子一頭栽進去帶領一群完全也不知道怎麼做的人 一起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實驗 慢慢去發現說 原來他們爭取言論自由這件事情 在俄羅斯其實是不斷的被打壓 甚至是越來越緊縮的一個情況 但他們真的是實際親身經驗之後才會意識到 原來他們被跟踪 原來他們為了報道這件事情 報道了之後發現 怎麼其他的電視台都不再報道這件事情 然後或者是他們報道某一個事件 就被關心 可能會有很多相對應的挑戰出現 那他們才真正的發現到 原來做新聞這麼難 原來要講真話這麼難 大家為了言論自由 他們其實真的是砸下所有的一切 去投注在裡面 無論時局再怎麼樣子變化 真的有一群人不斷的在為這件事情努力 那無論身處在何處 其實這部片某種程度上 很直接的去回應這件事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在俄羅斯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是要來看這個電影可能才會知道 冒著殺頭的風險 對啊 各位同學 我覺得我想像出來就覺得好難喔 雖然他叫做女性影展 可能女性真的有很多面向 然後女性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其實是從言論自由 或是經營電視台這個角度去講 但他是呈現一種女性的故事 那因為剛剛講的都是影展的內容嘛 那影展他在目前市場上 算是比較非主流的 那你覺得在主流就是大眾會看到的電影裡面 出現的女性形象 你覺得在過去你有什麼改變嗎 比如說最早上 刻畫女性有多痛苦 不好意思我要再提 有麻菜子 again 這種然後到現在 我慢慢都看那種神鬼 你說女鬼成熟娘嗎 對對類似那一種 然後裡面女性也都是很悲慘耶 各個年代 的確都有 慣性呈現的女性形象 其實還是有女導演 無論她當時候的社會氛圍是什麼 還是希望去呈現不一樣的女性形象 台灣有一陣子就是七八零年代的時候 其實社會寫十片非常盛行 去用社會議題的煽動性 又去結合感官的刺激性 然後把這兩個結合在電影裡面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很多的補削片出現 那剝削片很多層面 真的是跟剝削女性有關 所以那時候也出現了非常多的 剝削女性的電影 那其中有楊佳芸導演 其實就是一個女導演前輩 那她那時候就有拍出像女性復仇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她還是站在剝削片的一個裡面 所以她還是有一些跟女體有關的東西 但你就會看得到說 即便在這樣子的剝削片脈絡下 她還是去做出了很多的一個嘗試 去翻轉這種權力關係 比方說她就會特別的針對就是性侵 這件事情可以帶出來的反思是什麼 所以她可能她主角反而是一個記者 其實真的有很多的隱藏其中 是可以再去重新看 然後重新去思考的 所以剝削片就是剝削女性的形象 然後剝削女性的受害事件 然後我想像應該連在裡面工作的 可能演員或是工作人員 女性也是被剝削的這種 多重剝削的狀況 一剝再剝 對 團狀剝皮就是 洋蔥是不是 洋蔥嗎 所以這叫剝削片 這個概念蠻有趣的 對 但她就是去強調女性復仇 所以她就是被剝削之後 就女性就是整個抓狂 然後去復仇 她殘暴嗎 對 其實她就還蠻暴力的 可是就會看得到說 她真的去強調女性復仇這件事情 變成一個好像是很 empowerment的東西 那個年代的empowerment 可能就是說 你看你這樣子在剝削女性 那女性其實是 不是都是一直挨打角色 對 我覺得這聽起來比較像是每一個年代 對於我們empowerment的不同的程式 就是不同的路徑吧 可能那個時候也沒有更好的方式 或是更直接的方式 所以就走一個女性復仇的路線 對她就非常的極端 她就是直接帶大家到屠宰場 這樣子 然後把她幹掉嘛 就非常的激烈 聽起來好好看喔 很承受 你們在裡面有這一部嗎 我好像還可以找得到 這個復仇的片 之前我們有放過啦 真的是完全不同年代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提到那個剝削的部分 在電影圈 這幾年也蠻多人在討論 就是影視從業人員的 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在台灣的話有被怎麼樣的處理嗎 近幾年來說 可能是follow在me too之後的很多的一些反思 對還有我記得之前的big bang theory 生活大爆炸 對我記得他們的整個片裡面 六個主要角色嘛 就是那些男演員 他們說另外三個女性演員 一定要跟他們拿同一個片酬 他們才會繼續排 除了同工不同酬這件事情的話 大家去看那個導演的性別比啊 是不是真的有平等 這個我覺得某種程度 回歸到2016那時候 me too出來之後 很大範圍的去檢視這件事情 它真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推力 早期很多的電影 又被重新被提及 就是到底當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我覺得在2016之後 其實有持續的被關注 一方面來講 這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改變 因為好萊塢很多的意識層面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後面這樣 最明顯真的是奧斯卡 就奧斯卡我覺得是 又在好萊塢裡面 又在很後面 對就是他這個不斷在比 誰在後面的一個 就奧斯卡就是一個比爛啊 對 可是奧斯卡確實真的是 全球知名指標性的一個獎項 因為我記得好幾年 Oscar的hashtag 就是OscarSoWhite 就是都是白人的東西 然後性別的問題 的確也是一個嘛 2018年在奧斯卡 得到影后的 法蘭西斯麦朵曼 他整個speech的最後 他就講了inclusion writer 然後台下就一片轟動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很多人在討論 他到底在講什麼 什麼是inclusion writer 這個叫做包容性附加條款 意思就是 在電影的角色裡面 必須要有 男女比例均等以外 要有40%的有色人種 雖然我不喜歡有色人種 這個詞 但就是 非白人 對 然後要有5%的LGBTQ 20%的身心障礙者這樣子 這個當時就是有人喊出來嘛 回應到剛剛講的 電影的從業人員 或者是螢幕上的角色刻畫 都有一種性別不平 甚至剝削的狀況 你覺得台灣 如果有這樣子的inclusion writer 會是一個好的方式嗎 我覺得美國會去強調 inclusion writer 很大的原因 真的是因為他們的 結構性的問題 跟剛剛講成俄的情況太嚴重 以至於他們必須要用這樣子 很數據化的去強調 然後甚至把它變成一個policy 反映到歐美的發展方式 跟非歐美國家的發展方式 其實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台灣也必須要去用一個 好像inclusion writer的方式去強調 但它的確是很明確的有一些規範出來 比方說對白的比例 或者是兩個女性角色直接對話的比例 還有很多的螢幕的呈現方式 它所提出來的這種看待事情的角度 你去回看很多的電影就發現 原來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但我覺得不一定要 就是它變成一個準則去follow 因為它反而會變成一個非常政治正確的東西 就是當它變成一個很政治正確的東西的時候 你反而會看不到任何的發展可能性 或者是你反而沒有辦法去講出 你真正想要講出的話 現在好萊塢的情況是他們真的需要靠這種 因為他們太嚴重了 壞掉了 我們會覺得很基礎的東西 然後你必須要說 這東西我還要告訴你 然後你還會跟人家說 你走過去的時候不能打人喔 這樣子 誰不知道 你就救人 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想要回應一下這件事情 講Top Gun 捍衛戰士好了 如果你去看1986年版本的演員名單 你Google就會出現那堆演員的頭 就很白 然後大部分都是男的 裡面女的角色都是裡面的花瓶 好帥這樣子 你不會看到女性飛行人 然後你再來看今年的版本 發現說這個diversity好像變多了 這樣子 黑人欸 哇 那時候沒有欸 你有發現好萊塢試圖做些什麼 不過那的確也真的就是 回應到美國的整個社會系統 就是很fucked up 所以就很有這種 就是要寫下你走過去 人旁邊都不能踢人家一腳 類似這種東西 社展人講到的那個劇情裡面的這一些 檢視的方式 有兩個蠻有趣的一個叫做貝克德爾測驗 就這個人他後來有出來講說 這個不是一個嚴格的準則 他其實一開始也是有點想開玩笑 就是他看了這麼多電影 然後他就覺得裡面的女性角色刻畫 真的都是很糟糕 所以他就說 你可以看看你看的這個電影 就是第一個嘛 有沒有至少兩個女性角色 他們兩個有沒有互相交談 而且他們談話的內容 是不是跟男性無關 無關的意思是 他們不是在談論他們喜歡的男性 然後另外一個相關的叫做 生真子測驗 這個是 環太平洋 他是一個角色嘛 也是用這個角色 然後去有一些額外的標準 就是作品裡面有沒有至少一個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有沒有自己的故事線 而且這個故事的主軸 不是為了支持某一個男性角色而出現的 簡單來講就是 這個女性角色不是為了某一個男人而存在 他就是他自己的故事這樣 而且他們彼此有交談 不要談論他們愛的男性 而且那個談論的內容 還不是在討論他們的老公 他們的孩子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fucked up 你居然需要就是 我要這樣告訴你 很嚴肅 屏作膏啊 對啊 我覺得看完這些條款 就覺得你們真的要在加油 你們還好嗎這樣子 你們真的有很大的一個路要走 我之前就是在課堂上 跟同學講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真的是隨機 就在Google打 比如說 2000年以來 最賣座的電影 然後電影的蜂蜜 就這樣一排出來嘛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是幾乎所有 都是男性主角 都是有很多類似的形象 然後就跟同學說 你看我真的隨便打 我們可以直接換1990年 1980年 然後就是2010年以後 就他其實那個組成 都還是很類似的 可是還是有同學 就會覺得 我的那個資料 太偏頗 就是我是刻意 cherry pick這個 我想說我就隨便random 找Google 因為我覺得大家 有點太習慣 看到的電影裡面 都是某一種樣子 其實真的 你不停下來想想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不會發現 裡面有一些問題這樣子 不過真的 不是說所有電影 都一定要pass這個測驗 這只是提醒大家 比如說你在想像 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有沒有不小心落入 這種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就是自己的盲點啦這樣子 其實這個測驗 他一開始比較像是一個笑話式的 就說 欸你看 這種basic的東西 你可能都過不了 這事情 真荒謬到一個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這個測驗 的確是提供大家去 重新檢視 去看說 欸那以前 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有忽略掉 然後可能自己也沒有 意識到的一個狀況 最近真的因為很多的 所謂的好萊塢經典片 尤其是那種童話故事重拍嘛 重拍之後角色換了 比如說 剛剛講到那個Ocean 8 它是把整批的男性 換成整批的女性 然後之前有那個叫什麼 Ghostbuster嘛 魔鬼克星也是 直接把所有的主角 換成女性 或者像 最近的小美人魚 真人版 然後主角換成一個 非白人女性 對不對 就類似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被很多人 說政治正確過了頭 只能說我希望它是一個 可能大家發現問題之後 趕快去矯正 做出一些回應的一個方式 但我覺得它完全不是一個解放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個過渡期 其實社會就是我們對於這種 性別的印象 性別意識這種東西 其實是來自於 我們從小接受到的影視作品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觀眾口味 又會影響到下一代的影視作品 其實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死循環嗎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說 它其實是會 很永續 它是一個永續經營的 他們是互相影響的 所以像譬如說 我們從以前 我們早期開始在講說 迪士尼公主的故事 然後大家覺得說 小女孩應該要長這個樣子 然後拍給女生看了電影 然後到我們剛剛講的說 早期的Women Empowerment 可是開始是一種 復仇 你有觀察到說 電影中的這個性別意識 怎麼樣影響社會 然後社會怎麼樣去影響 下一世代的電影嗎 我覺得一定是互相影響 然後尤其是可能下一代 不爽上一代的詮釋方式 就是他會找到另外一種 他希望真的能夠貼合 他真實聲音的一種方式 真的每一個作品的途徑 可能都不太一樣 這真的是回歸到 每一個創作者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發聲 然後去看待他周遭 所看見的各種荒謬現象 像你剛剛提到說 其實很多參展的片子 或者是這些影展片 它其實是比較具有性別意識 但是我們其實主流的電影 比如說消失的情人節 這種傳統定義下的 非主流跟主流電影之間 其實他們還是有存在了 某種程度上的 性別意識的差異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目前的主流台灣片當中 性別意識的部分 真的也是需要就是加油 這個可能也是反映到 台灣影視全現在的問題 它所拍出來的東西 可能即便是女性導演的 性別意識也不一定說 非常的強烈 所以現今的影視產業的片子當中 還是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體現 這的確是一個 還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它對於觀眾喜好的想像 其實還是停留在一個 偏好萊塢式的那種胃口 浪漫 那個浪漫的點就是那種快犯法 對啊 犯法的浪漫真的很煩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回歸到 創作團隊他怎麼樣子去呈現 對講到這邊我想要再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政治正確的問題 就像剛剛慧穎講的 之所以會有政治正確的訴求 就是因為它本來的問題很嚴重 對不對 在過去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或是意識到但無力可解 政治正確這個詞 我覺得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非常負面的詞了 就是它只會在負面的情境下被使用 可是我覺得大家要記得的是 政治正確它如果作為一個回應的話 那的確是因為本來真的有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你也有提到是 可能作為一個矯正的手段 可是我們整體的社會 那個素質還沒有到 所以就變得有一點勉強 或者是你做這件事情 一般人看不懂 他只會覺得你就是為了追求政治正確 可是像是性別意識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真的是需要 升職在大家日常生活中 你才不會人家做了一個 政治正確 或是比較有性別意識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說 你就是為了要 I don't know 撥板面還是什麼的 我自己會覺得是這個樣子 對 唯有你真的化為日常的時候 然後你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跟原來周遭還是這麼的性別不友善 對啊 就像剛剛講很多經典片重拍 然後換了角色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 我就是不能接受 因為這是我童年的故事 我不是好像這個演員 我就是不想要我小時候 喜歡的東西被改 然後我就看到最近 有些人在說 好萊塢不要再這麼偷懶了 就寫新的東西吧 不要一直在拿以前的片來重拍 但是我看到的是 很多全新的作品 裡面出現了可能他的角色是一個LGBTQ 他的主角是一個女性的時候 的確還是會有人很直覺 就說 你就是為了政治正確 我想大家可以慢一點 就是會不會你只是真的不習慣 一個電影的主角不是男性 這件事情而已 會不會這個電影 他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是為了政治正確的寫 我就是反映我的生命經驗嘛 我的觀察 所以我覺得政治正確 這個浪頭還會再起伏一下 好女性銀杖 我們要怎麼樣讓男性進場看片 對 就跟我們 要怎麼樣讓異男聽我們講 對啊 如果說一個女性觀眾 然後帶一個男性觀眾 票價可以打八折 這樣有沒有 就是 這聽起來很像是 夜店 夜店的時候那個 我剛才講還是 男性的票價比較平常 這樣好像聽起來不太對 還是我們可以讓女性一個觀眾 就一個男性觀眾 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打招 團體票 然後離裡面只要有一個生理男 可是這樣好像生理男又變得好珍貴喔 有一年我們誤打誤撞啊 然後非常多男性觀眾 非常有趣就是 那一年我們放了A片 然後 然後結果就變超多男性觀眾 很有趣的這個方式 對 但是我們放的A片 是女性視角的A片 女性銀杖它之所以存在 我覺得很重要是提供另外一種 看待事情的角度 它是一個另外一種觀點的介入 其實用這樣的方式去思考的時候 有越來越多的 就是可能非女性的觀眾 願意去走進戲院 然後去了解 什麼叫做另外一種觀點介入 我覺得電影對很多人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浪漫 然後很重要的一種存在 所以很感謝 就是哇你們竟然從1993年 堅持到現在 真的很 我很驚訝 我不知道原來這麼久欸 真的 真的就是 一個戒嚴之後 開始出現的東西 好那最後再請惠穎跟大家分享一下 影展要怎麼購票 要去哪裡看 日期是什麼時候 不要搞錯日期 不要跑錯地方喔 對 好就是 今年的 第29届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將在10月14號到10月23號 然後地點就是在 光點華山電影館 在華山文創園區 就是不要跑錯了這樣子 中校新生 中校新生站 怎麼賣電喔那個附近 對對對 光華商場附近 光華商場附近 沒錯沒錯 那請問一下什麼時候 開始起售呢 9月17號的時候 就可以買得到我們的影展票了 作為一個前影展宅 你喜歡看的片 通常就是影展出來的時候 你先把你想要看的片子 你先勾出來 然後它開賣的時候你先買 一部片一張票這樣是不是 是這樣買的 對對對 今年的售票方式 是在OpenTix上面 這應該也是有影展套票的嗎 今年沒有影展套票 今年也是會有預售 稍微便宜一點 早鳥早鳥 所以今年是用OpenTix的 這個系統來賣票 所以就不用去iPhone前面 在那邊等 對對對 就是比較方便一些 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很多的活動啊 還有很多的節目都在陸續公布之中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追蹤一下我們的臉書 打台灣國際女性站就可以找得到我們 還有我們的IG就是WNWFF 記得追蹤一下我們 然後就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資訊 以上資訊我們都會放在show note裡面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那記得像我剛剛講的 要趕快買 要趕快買 因為他有時候一部片他可能影展期間 只會播一次或兩次 對 你沒有就沒有了 你只能最後去檢票 對 而且這種片 就離開這個地方好像也看不到欸 你要去哪裡看 以色列導演拍的片 或伊拉克 對 伊拉克導演拍的片 對 伊拉克導演拍的片 這是有點困難 非常謝謝惠玲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女影的這個內容 大家趕快去買票喔 記得喔 It all starts now Yeah It all starts now Here we go So hold your daily Oh my you're ready It all starts now Party's over Get out Tiger 張蕊撩 嗨 你剛剛參加的是由鬼島之音 舉辦的Z色派對 派對主持人是 張族行和李驚奇 執行士 葉阿婷 混音 林迪諾 喜歡跟我們一起Party嗎 那趕快推薦給你身邊的朋友 下一次一起狂歡 別忘記要在你的Podcast App上 按下訂閱或追蹤 下次開Podcast 你才不會被忘記喔 假如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那拜託給我們五星好評加留言 如果你對今天派對的內容 很有共鳴瘋狂點頭 也歡迎你追蹤鬼島的IG或臉書 並留言給我們 有話大聲說 也是一種女力或男力的表現 那我們下次Party見囉 掰掰